想请问你这个小房子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德力可以修复 那个灵魂的扩动和坏掉的身体 请师父开示一下 其实小房子实际上就是经文的精髓 福山的佛经经典的精髓 明白了吗 你现在要我开示我就只能讲给你听 当年李师生为什么同样这点草药 他能一配就把人家病治好 这就是其中的奥妙 这就是菩萨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所以你要讲出来你要问李师生的 听得懂吗 药还是这么多的药 经文还是这么多的经文 为什么菩萨要把这几种经文放在一起 就人 你就是等于一个高明的中药 中药的一个巨匠一样 像李师生这种人同样这点中药 他为什么放几位药多少钱 他为什么就能把人家病治好啊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了